祝祥 祝禮 8號估計佛光會世界會員大會 尋山禮聖 在佛光山佛頭紀念館及張金樓盛大進行 這次採用自由選擇巡禮地點 眾多佛光人選擇前往佛頭紀念館 無論是拍照紀念或是在樹下乘涼 盡情享受在佛光山的時光 當天下午兩個半小時尋山 佛館入場人數就已經超過2000人次 今天下午的自由尋山 我們有非常多的會員 佛光山是第一次來到佛光山 也來到佛頭紀念館 他們對於本山這樣宏偉的建築 以及我們作為全球佛光人的一個聖地 心中充滿了歡喜 我是第一次來到這邊開的大會 我是開了大大的眼界 還有我們的很緬懷這個大師 心裡也是很感動 佛館到處都可以看到佛光人的身影 許多信徒紛紛前往觀音殿 玉佛殿以及金佛殿禮佛 三處佛殿都以殊聖聞名 也成為許多遊客和佛光人必經的禮佛地點 佛光山太太太感動 曾經有機會 我真的有機會來拜佛 來拜新人法師 今天看到那個影片 我雖然沒有見過 認到新元法師 但是看到影片 我已經夠感動 非常感動 今年有不少佛光人首度回山 過去只有參與過國際佛光會的活動 這次回山 一名佛光人不經意間在佛館內 看到新元大師的蠟像 因而淚流滿面 仿佛師父有話要對他說 連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 我今天看到新元大師的蠟像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他的眼神 我就止不住的眼淚 他自己嘩嘩嘩的下來了 好像新元大師在提醒我 我要做什麼 像要跟我說話的那種能量一樣 這一次第一次來參加世界理事會 2023年 得到的東西很多 課程也很緊湊 不過我們忙得很開心 這兩天發覺說 有佛法就有辦法 很多事情遇到困難的時候 靜下來多想一下 佛頭都在我們的心裡 佛光普照三千屆 法水長流五大洲 國際佛光會世界大會即將步入尾聲 佛光人齊聚佛光山 稱載著新元大師三好四給的精神 也似乎向師父上人訴說 佛光人將會持續散佈人間佛教真善美 直到弘法遍佈到全球每個角落 人間威視王上益高雄採訪報導